在沈阳市黄谷区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的现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家属 一同奋战在检测点的最前线 用小家的力量帮助沈阳这个大家渡过难关 在沈阳市黄谷区北塔小学检测点 黄谷区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正在进行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医护人员们 在这里已经坚守了三天 为了缓解人手短缺的问题 一大寺院医护人员的家属自发来到检测点 当起了志愿者 用行动表达了对家人的支持 威力的爱人刘国亮也自发来到妻子工作的检测点当志愿者 帮助大家排队做信息登记 与十几米外的妻子并肩战斗 第一肿瘤内科李小英护士长曾在去年二月跟随原恶医疗队逆行湖北 如今他的女儿吕云飞也是主动报名 穿上防护服成为了可爱的大白 他当时去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担心 然后现在正好我也出一份力 一月十一号开始 一大寺院共派出128人投入到黄姑区第三轮核酸检测工作中 分散到12个社区32个检测点位 助力核酸检测工作顺利进行